各位今天是2024年的7月22号 2024年7月22号是个什么纪念日啊 很多人不记得了 司马南记得 25年前啊 我们国家干了一个大事 干了一个好事 把一个轮子给拿了 谁说轮子 这个轮子到处转啊 汽车轮子 卡车轮子 但是他这个轮子在肚子上转 轮子 邪教法轮功邪教被取替了 为什么取替法轮功邪教 因为他邪教嘛他害人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关于取替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查进法轮功非法活动六条通告 法轮功的头目叫李洪志外号李大白货 李大白货操纵邪教法轮功组织 在中国被取替了 然后呢这块烂肉 就被世界上的某一个大美利国给接过去 有人把大美利国起了个名叫尤萨国尤萨国这个名 我觉得怎么那么贴切 犹太的尤 昂萨的萨 国家的国 于是乎 这个李大白货就到美国以美国为基地 在美国天天制造各种谣言 本来呀 这个所谓的法轮功组织 跟其他的小邪教组织团伙是一样的 诱骗妇女 强奸妇女 诈骗钱财 用对方的无知进行杀业欺诈 就是偷鸡摸狗干这种事 但是弄 的动静大了之后 比方他在国内他敢围攻中南海 他把一些国内的体制内的高官给拉下马来 弄大了以后他就生出新的念头来 要问鼎江山 问鼎最高权力 再加上后边有昂萨国的某些势力的支持 有瓦里瓦拉日本国的某些势力的支持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代解放的那个省的一些势力的支持 于是乎他一时资金充裕 就制造各种谣言 大家到各国家去旅游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那个国家各个旅游景点 到处都有一些 傻傻的 傻大妈模样的人 或者两眼发直的 一个愣了吧唧的人 往你手里塞传单叫你退党了 制造谣言 说他们家 谁谁谁 哎呦哇 在中国大地呀 在什么地方啊 被活摘了器官了 摘器官还不算 活摘呀 说在一个什么什么地方 自己的器官被摘了 然后他们还现身说法 甚至美国众议院都利用轮子党制造的这种谣言什么活体器官被摘的话题 然后攻击中国像这种啊 斜扬而自重制造谣言以获取某些政客的青睐在国外求生存的这种组织不少 但是呢轮子宫绝对是这里面最无耻的 今天要说这期节目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25年前法轮功被取替 还一个重要的节点呢 前几天 法轮功首席财务官 被指控参加了6700多万美元这么一个诈骗计划 然后就美国警方给抓了 在美国啊 你造中国的谣他不管你 他甚至鼓励你造中国政府的谣言 但是你在美国你诈骗钱财 就这么一个 美国的法轮功的这么一个 下边的所谓 媒体就是他的宣传网站的一个财务官就诈骗 6700多万美元 完了吧 在美国被起诉了 就被抓了 涉嫌跨国起钱 而且联邦当局就公布了起诉书 这个首席财务官呢 叫关伟东 自个起名叫比尔 比尔克林顿那俩字 还比尔 他涉嫌 串谋洗钱罪 还有两项 银行欺诈罪 这关伟东 现年61岁 被抓了 抓了以后还死硬 在法院还转轮子呢 说不认罪 法轮功本来是个诈骗钱财的一个邪教组织 到了美国之后呢 参与政治 深度参与政治 后来呢反对中国 制造中国的种种谣言 包括制造司马南的各种谣言 原发性的 由轮子组织生产出来的针对司马南个人的谣言就2000多项 玩大理后这个轮子啊越转越快他自己蒙了 然后开始以为自己点老大了然后他你知道他干了个什么事 好 跟董王过不去 比较复杂的情况是一方面法轮功组织的一部分人的跟董王过不去另外一方面的又支持董王跟拜登过不去也就是说 两头下注手鼠两端 你深度进入美国政治 这是找死的节奏啊 现在法轮功在美国也臭一大街了 他跟那些民运分子跟那些同样是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政治制度的那样一些人也闹不好了 跟大家说个秘密啊 那些反责人各个都把自己描绘得很高尚 但是一涉及到钱 一涉及到权力那原形必先100个人有101个组织 法轮功想在里面当老大因为一度呢法轮功组织搞得比较大 他呢把各种各样的什么江独藏独港独民运各种各样的组织整个都包装起来密密麻麻的在法轮功 之上法轮功平台之上是整合了这种资源 但是没想到 后来又杀出一个姓郭的商人 跟法轮功一个槽子要拴这么多角驴 麻烦了吧 所以法轮功日子也不太好过了 深度介入美国政治之后 法轮功首席财务官诈骗的事就被揭露出来了 按照美国法律这个关卫东啊至少要关80年 现在他6180年你算算80加61多少年了 我估计他活不到那时候 你没说这轮子转快了以后啊他脑子也急转玩现在呢人家在境外的在线赚钱团伙 诈骗的花样很多啊 比方说诈骗美国政府的钱财 然后还玩加密货币 把钱呢转到所谓大纪元的账户和关卫东的个人账号 这一下子几千万美元的诈骗性的钱 他还玩失业保险金为自己为媒体为公司关联牟利 这些事情被揭露出来之后 关卫东自然要被判80年的徒刑他自己活该自作自受 问题是法轮功的老大李大白货说这事他不知道 出了洗钱手闻他就装着不知道 大家知道法轮功啊 他为了神话一个活人这个李大白货 把他说成是一个比佛祖高一百万倍的一个全能全知 然后定期发布李洪志的经文 就这些大白话很明显逻辑不通 语法不通啊 但是人家说了这经文就是这样的 好像很不食人家烟火的样子 但是现在呢当手下的人 诈骗钱财被抓了之后 李洪志这下子是人家烟火的说 哎 这事跟我没关系 对轮子这套东西现在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好多外国人刚开始以为是气功以为是武术 以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以为是佛教 后来才发现 装神弄鬼啊 诈骗钱财呀 后来发现他有政治图谋 李洪志25年前在中国成了气候然后被取替了 第2年就是2000年 李洪志在纽约州北部购买了一块 大约16平方公里的土地 我在那建立了总部建了基地 后来又搞什么舞蹈队呀 搞什么门工团呀 搞各种各样的网站呀 向外国人宣传说中国政府怎么迫害他了对不起他了 然后说他有一亿法轮功的信众遭到迫害了 刚开始你别说美国还真有人相信 现在有些皇上华侨也信了但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完全是造谣 轮子最著名的谣言说是疫情期间中国死了1亿人 你脑内没劲热开水 你都知道这是个谣言 还说从1999年以来 每年有10万个法轮功学员 被摘出了器官 天哪 李洪志我估计小学算数一定是体育老师教的 那体育老师没上过数学 法轮功组织的邪教性 违法犯罪的性质 现在被美国人认识的也越来越清楚了甚至包括纽约时报这样的组织都 痛斥他们说他们是邪教的宣传渠道 甚至用人最厌恶的病毒传播的方式是个烂泥坑 很多朋友都知道法轮功有个著名的三个字叫真善忍 第一叫真 啊我告诉你们全是真的结果美国一查全是假的 真善忍都是假的 诈骗钱财 然后呢 掺出头来又想玩政治 在大国之间玩政治 你自己除了被连的粉须之外 没有别的什么出路 国外的很多反贼他们相互之间也有矛盾 当那些反贼和李大白货这种反贼 他们在一起打架的时候 我宁愿看到那些反贼的胜利 因为李大白货实在是拿不出手 这么拙劣的人 你当反贼 你都是侮辱反贼的至上 好这期节目就说到这 说到这我突然想说我是中国公民北极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突然想到我是最早揭露法轮功的在法轮功还没有全国知名的时候 我就揭露法轮功揭露李洪志怎么诈骗钱财 所以李洪志在没有出大名之前他就跟弟子讲 北京有个司马南 今年要被汽车的剪断双腿 明年就要双目失明等等等等 事情过去二十六七年七八年了 我老头还在这地方说话呢 李洪志手下最重要的党羽叫人给抓了 接下来李洪志 覆灭的命运法轮功覆灭的命运 也不远了 在李洪志这个邪教组织被取贴了之后呢中国成立了反邪教协会 我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之一 曾经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我的脑袋上贴了个标签叫反邪教斗士 我所反的邪教第一号就叫轮子 在海外有不少呢 以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正的制度 混饭吃的组织 那些人当中啊 也是很多烂人 但是比起来 我就是最烂的 还是李大白和这一伙 因此他们这些火片打架的时候 那我宁愿看到那些烂人取胜 而法轮功 自己转迷糊转到泥坑里面去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 再见